就台南來講的話 其實跟高雄兩大直轄似 可以說是 不管是產業聚落 或者是人文景觀 都最豐富的 你一條西邊快速大陸就回到你 台南接不到高雄 亂掉它的功能當然就大打折扣了 市長今天想跟你探討一下 在前瞻裡面 跟我們台南地方的交通建設 比較有關係的 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交通部 現在台61線要不要往南 這西邊快速大陸 它其實就是跟國一跟 國道一跟國道三 形成一個南北縱向的快速公路網 西邊快速大陸 因為它通過的地方非常有特色 大概就是沿海了 它幾乎就在海邊了 而西部沿海的一些產業聚落 我看它通車以後 在中部尤其像彰化雲林 很快就會看到它帶動地方經濟效應 的那種交通的能量 會產生出來 但是 如果像你所講的 它有那麼好的一個功能 結果這條路 跑到台南就斷掉了 所以我們覺得還蠻可惜的 所以說西邊台六西施 往南甚至到高雄 這個正在研究中 就台南來講的話 其實跟高雄兩大直轄式 可以說是 不管是產業聚落 或者是人文景觀 都是最豐富的 你一條西邊快速大陸就回到台南 接不到高雄 沒猜喔 你這個西邊快速大陸 這樣的一個 一路開發下來 它都斷掉了 斷掉它的功能 當然就大打折扣了 對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往南喔 我們現在正是沒有錯 是繼續規劃 政策有沒有決定啊 政策有沒有決定啊 政策要決定之前 要先有可行性的研究 所以現在正在做可行性研究中 是 已經在做了嗎 包委 我們已經花包完 那現在已經 在評估當中了 當時會好啊 我們預計到 六月份其中報告才能出來 我從這個可行性研究 差不多都要做到兩年啦 我覺得這個當然 其中喔 大概比較技術性 我們要克服 要處理的是 兼顧環保啦 因為它這個環瓶坐下來喔 因為它有經過一些海邊的地方喔 這個確實是 我們必須克服的困難 但是啦 如果就整體的交通動線啊 你做到 你做到台南旗鼓就斷掉啊 沒有辦法 連結台南 沒有辦法進入台南市區啦 這個完全啊 西邊快速大陸會失去啊 它在南部啊 它整體的一個 交通路網的一個功能 非常非常可惜啦 啊你現在不是 你做那個曾文大橋 你看橋 對不對 那你做那個橋幹什麼 你做那個橋就是 西邊大陸 西邊大陸 原本設計就是 準備用七股進到市區來嗎 是是 那如果你不把它完成 那你去這條橋就沒有路營了 是是 這條橋要花多少錢啊 六十幾億喔 六十幾億 對 我相信這條橋不只是交通啦 它未來也會具有 觀光的一個 一個重大的一個功能 會會會 在南部台南地區 會是一個不錯的景觀橋 是 所以 你覺得行政院有支持嗎 如果可行的話 朝整個國家整體路網 交通路網 它被行政院來核定的機會很大 這條路喔 實在是 講起來的故事很長 是 有看過那個一條快速大路 蓋三十年的 那現在來蓋我看 錢 那預算經費啊 恐怕會非常 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啦 但是我們覺得 對國交整體未來發展啦 希望 交通部對於這個部分啊 能夠加以 重視有加快它的腳步了